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西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近年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 高层互放频繁 政治互卸牢固 上海和希腊有着长期游号交往 横岛就与比雷埃夫斯世界为有成 后来又与亚点市建立了游号交流关系 特别是总部位于上海的中远海运集团运营的比雷埃夫斯港项目 正成为中西合作的典范 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缩影 今年11月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 很高兴看到希腊方面参展 上海将着力做好进口博览会的服务和保障工作 同时 我们愿意此次外长 阁下来防卫契机 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进一步加强与希腊各层面的友好交流 推进港口 经贸 旅游 人文等领域务事合作 科奇埃斯说 希腊与中国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 我们非常愿意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 很高兴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海在经济等领域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希望希腊和上海进一步增加了解 深化旅游 科技和文化艺术等领域的合作 希腊主华大使来奥里达斯罗卡曼斯参加会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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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